麻煩你 其實接下來是我在TVB第十三年 第一次提名最佳女主角和最受歡迎女角色 對我來說其實是挺感動的 因為自己真的一步一步由零開始到今天 因為有觀眾的喜歡 所以才有機會可以放到提名名單裏面 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會投這兩個角色一票 我以後就繼續用我的用心演戲去報答大家 我就十二年了 那時候是由10年代出來的 所以今年其實聽到接拍《愛情》開始 做男主角的書 其實真的很不真實 真的很像煩惱一樣 所以去到現在 甚至乎有三個題目 已經真的 整件事都 很難去完全接受 是的 但是最感謝的就是 觀眾真的喜歡《愛情》 很多留言都說 我覺得很有名字 真的很貼地 所以這個已經是最敵的獎項 了